決定先止血再看後續的救濟 而蔡碧如辭職之後的席位 將由民眾黨2020年不分區名單 星光集團無心營地補 民眾黨立委蔡碧如 碩士論文學位遭德民科大撤銷 前一天上午剛澄清 晚間火速辭立委 過去12小時黨內煎熬 我說要辭掉也要 你判實行也要判決書 怎麼會這樣 什麼都沒講 問到最後什麼校長 是說那個學術輪迷委員會的事 找教務長 教務長說他下班 然後他奇怪說都沒人負責 所以他有到我辦公室短暫來跟我講說 是不是等學輪迴的那個報告到 他告訴我們六七點會寄給我 但是也沒有 等不到校方判決書 蔡碧如率先辭職 就是怕事件衝擊黃珊珊 還有在新竹穩定領先的高鴻安選情 黨內要蔡碧如辭職先聲浪 柯文哲揮刀止損 我說如果審定書沒有出來 這個件事情就先直學了 你還是先遲 然後再去尋求那個救濟 略應嘲諷民眾黨是斷尾求生 但相較林志堅 論文遭雙殺 蔡碧如還要全黨救藝人 柯文哲再很酸 民眾黨它有個很大特色 都會比較理性 不然全黨救藝人 連台大都要幹掉那種 那種講亂七八糟 我們還是很理性的思考 蔡碧如驟然告別立願 根據民眾黨2020年不分區名單 將由星光集團大公主吳新穎地補 她是現任星光人壽 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也曾在國外求學工作 經歷過豪門混變 如今大千金投身政壇 綠銀酸白銀是撿到金主 壁爐換金爐 我是有跟吳新穎講過說 如果要換上去的話 你要補他的位置 就沒有想到蔡壁如的位置 蔡壁如競選得很清楚 現在那個人家軍管會管這麼嚴 不要想那麼多啦 我跟你講 年底大選倒數 蔡壁如一人救全黨 為年底選舉設下停損點 記者林振堅 王智恩 台北採訪報導